我叫羅建生,英文名叫Peter 我的組織是順德勒劉 我是加拿大籍華人 我移居了國外幾十年 但是每逢到春節元宵 我們都會想起家鄉,都希望回來過節 因為之前的疫情,我已經有三四年沒有回來過節 三年前的年初一,我們在多倫多接到家鄉的消息 因為國內發生了疫情 我們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很希望可以幫到忙 在短短的兩日三日裡面,已經籌了很多錢 年初三,馬上去採購口罩 想不到口罩已經升到三十元加幣一個 就相等於一百七十元人民幣一個 但是有錢也買不到已經斷貨 我們幾經辛苦找到一個做醫療醫用批發的華人 只要我倉庫裡面有的東西,你都可以賣 就是引證了海外的同胞對祖國是很關心的 大家都義無反顧地去幫忙 經歷了海外的深處 引證的江湖 大各位聽觀眾,我們也是由很乾淨 十月,我們也會不介意 但我漫長的注意力 就是怎樣的 这个不记录,这个热闹的一刻 以往我们出了去外面的人 以前的习族就是 正月十五行通制 正月十六之后才离开家 出去外面做事 这种感情扭带 在这一百多十年里 都没有变过 无论海外的华人城外 去到多远 都保留了对家乡的香情的一种 在这里我画了一张画并提了一首诗 都希望国家家乡繁荣安定 通制桥可以一直热闹下去 新春艳阳照 通制仁如潮 彩灯风车转 繁华闹如潮